认识普恒律所的 而且曾经在普恒工作的 这个犹太籍的这个律师 他在经过的时候 他也是我们这个展板效果 打印的特别特别好 他们看到这个返游的这个信息 这个小女孩 然后还有呢 新中国联邦人跟犹太人站在一起 他们都停下脚步 因为犹太人特别关心 他们自己这个族群和这个社区的事情 然后他那个 他自己主动就跟我讲 他说我曾经在普恒工作过 我是一个律师 而且我认识陆克的本人 所以他走过去以后 又回过头来 他说我要扫码 我说你赶快扫 了解更多的信心 所以我们觉得 站在这个普恒的这个办公室的 就是大门口 前门后门 都有我们的战友堵住 无论从四面八方哪个方向 我们都会让陆克知道 你做了这个迫害人的事情 做了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一定会让 你生活中 你的工作中 你的事业中的每一个人 都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不但是中共的走狗 你也是在美国和西方社会 去宣扬这个 就是反犹太人的这个言论 所以我们知道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我